好的 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我們在Jet SL的試乘會發表會現場 然後如果你想看比較完整的話 我會把它放在上面 你可以去SuperModel 8上面看 然後我剛剛也在非常大的磅礡大雨之中 在這邊試駕了一下 雖然能試的東西很有限 但是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這一部則是要來帶大家討論一下 只講它的外型的部分 因為之前我記得我們上一篇做的是什麼 BWS外型非常特殊 今天Jet 我覺得它也讓我看出了一點點東西 如果你是Jet設計師 或是你是別的設計師 我先讓你們猜猜看 你覺得我看出的點是什麼 我個人是Kawasaki的車主列斯拉 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話 其實全新的列斯拉 它的車頭是什麼樣的造型 它是不是做了一個非常大膽前衛的內凹 我老實講 其實它內凹的元素的來源 有可能是來自Ducati的V4 因為Ducati V4也是有一個內凹 但是它是直接跟它的進氣做一個結合 然後再加上一個翅膀 那樣子的頭型 在當時看非常大膽 然後再加上Ducati 意大利人的設計 其實做的非常流線 來到日本Kawasaki之後 他們就很大膽的直接把那個頭打扁 打扁之後還把前面挖了兩個洞 然後在Kawasaki他們自己官方所說 他們就是想要做一個這個訂風翼 老流翼 但是他們不想要做在外面 它直接跟它的車頭造型做結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那個內凹 其實是有一個氣流 可以灌進它的車頭裡面 來增加它這個車輛前輪的一個穩定性 所以它不只是造型上面 看起來相當特殊之外 在空氣力學上面 有做一些些些微的提升 而且它的車尾的部分 你去看Kawasaki 它車尾部分兩側 其實後面也有做一個鏤空的 小老流的設計 雖然很輕微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那種效果可能在 但是我覺得它最大的改變 其實是在車頭 車頭因為被打扁之後 變得非常的防震 好 講這個太多題外話了 會不會太長 好重點 今天我們要回來看這個 你們先看Jet SL 有沒有 好我先講 我並不是說它抄襲 因為其實它今天在改了之後 它呈現出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但是事實上它有些含義是跟Kawasaki 的利SR是有點雷同的 過去我們看到的Jet SR Jet S 它都是比較尖銳的設計 但是你看這邊 它是不是就像是一個從尖銳突然被打扁 打扁之後 這邊的本來的空洞 在利SR上面 它可能是一個內定風翼的感覺 它們裡面鑲了一個魚眼的頭燈 但是它相同一樣傳達出內定風翼的感受 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你遠看之後 你會發現新的Jet SL 它的頭的量體 是比較接近方正的感覺 其實老實講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比較接近方正頭的設定值 讓它整體的跑格 飽滿度變得更加的優異 因為其實早期有一陣子 非常流行那種很尖銳的 我可以隨便舉出一大堆車 反正就是那個時期 其實車輛你會發現前斜板做的非常尖 非常長到前面 然後後面屁股也做的非常尖 非常翹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它比較喜歡 有點跑格 有點小跑車的感覺 就會做的比較圓潤 比較集中一些 那今天來到Jet SL 你就可以看到它前面在被打扁之後 它這中邊還特別用上了一個黑色的烤漆 讓它這個中間好像徹底的消失 內凹的感覺 好那除此之外 當然這個車頭的部分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因為整體的感覺就跟烈SR 那個感覺有點雷同 很飽滿 但是來到車尾的部分 我就必須講 這個有一點點失望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中段我們先不看 我們先看車尾 好車尾的部分 就跟上一代的SR 還有這個S4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騎在它後面 你可能很難察覺它是新的SAL 它就是過去比較寬 然後比較尖銳的設定值 然後裡面一樣是一個定位燈倒來呈現 然後是一個透明的車殼 我覺得你看前面 我們剛剛看到 前面中間特別烤上一個黑色 然後用上了魚眼 但是它後面竟然用上了 透明的車殼 直接露出了銀色反光片 如果以車輛的整體搭配來看 它後面至少它裡面 應該烤成黑色的 讓它看起來跟前面的車頭 比較有糊填的感覺 這點真的比較可惜 然後再加上你看它的後面 後扶手的部分 也做的比較尖銳 所以也就是他們這一次 大部分的琢磨的部分 是在前面車頭的更改 在車尾的部分 就有一種那種好像 我坐一坐就覺得 後面就一樣就好了那種感覺 但我想或許他們是想要找到 跟上一代之間的設計的連擊性 所以他們才特別留出了這個東西 當然如果以今天 他們換上了一顆隨人引擎 雖然車架的改動不大 我覺得或許它在車尾的部分 想辦法把它收的比較平 然後收的比較飽滿一點 也是一個不錯的場勢 好 再來這個飛機 媽的 這邊怎麼會有飛機 這個中正機場 那我們講到它車尾的部分 其實是保持過去的樣貌 它反而把車尾的變化做在中段 你看中段 這邊很有趣 你要做出像是10R的鏤空 有難度 他們就特別用質感的交疊 來做出它的差別 所以如果你用肉眼 從這個角度去乍看的話 你會覺得它好像是一個質感的落差 然後這邊可能會有一個鏤空的感覺 但事實上其實它是 只是車殼上面做出來的效果 但是你從車尾的車側的這個鏤空 你就一樣可以看出我講的 就是它車頭有一種 有一種 車頭有一種這種老流液的感覺 它的車尾這邊也試圖要跟車頭 有一點點呼應的味道 就回歸到我剛剛講的 它應該要把Jet的元素保留在中間 然後把車尾改掉 來跟它的車頭做呼應 而不是說車頭的部分做了改變之後 中段跟車頭的改變做呼應 然後車尾完全保留 這一點就會讓人覺得 這樣子組合好像有一點點虎頭蛇尾 因為頭有感 尾沒感 虎頭蛇尾 我會覺得好像整體的完整度沒這麼高 會有這種感覺 我想就跟我剛剛講的 他們可能是希望能夠保留Jet的元素 但是卻有點不知道該留多少的那種意味 我覺得至少它在後扶手的部分改一下 我覺得或許就不會有這麼沒辦法組合在一起的感受 好的 那我們來到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又看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是不是 你們看我學設計終於用的到了吧 我覺得很特殊的 當然我們還是要從頭開始看過來 頭的部分 因為這邊被打扁的關係 它這邊的零線變得更加的清楚 從這邊開始摺 一摺 兩摺 三摺 我覺得這邊營造出來的那種鋼裂跟肌肉的線條相當的不錯 到這邊基本上它的車側跟過去的Jet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往後延伸之後 這邊我們先不看車的屁股 這邊的部分其實也營造的蠻好的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烤漆 然後這邊有一條折線 主要車側會讓我覺得營造的不錯的地方 就是下面的部分 下面你看它配上一個短管 然後這邊剛好有一個水冷排的漆片 所以讓這邊整體的肌肉感跟複雜度 跟剛好跟車頭的那個零線 還有那個內凹是非常搭 搭在一起的 就是可惜這車尾 如果我們今天不看車尾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車輛 這邊的這個區塊是非常新穎的 然後非常大膽 也非常多的肌肉線條的感覺 但是今天 敗可能就敗在這個車尾的部分了 你看到車尾你就覺得 這個就是差那一點點的感覺 好啦那我想畢竟這個SL它的體質非常好 然後它也都改出來了 我現在講也沒有用 那如果是改裝的建議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 首先你可能先從這個後扶手的部分來做改變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最尖銳的地方 其實是在後扶手的部分 那車屁股的部分的這個設計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 它就已經有一點點成就的感覺 如果可以改成一個分離扶手 然後它不要突出來到車尾後面 我覺得或許會讓它的屁股的亮感再往內收一點 讓它感覺更肌肉更集中 然後另外在後面我剛才講到 它裡面的燈是採用一個鍍鉻的內飾的燈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換一個 是裡面是烤黑色的 就是那種熏黑的燈 來讓它的車尾整體質量消失掉 我覺得光經過這兩個改動之後 或許它就可以跟它的車頭 整體的感覺更加的組合在一起 好那當然這個土除的部分 我個人還是建議 你其實是可以改一個短排架 然後也或者是你這邊直接把它切掉 廢除然後改成一個下土除 因為畢竟現在的車 你看它下面就已經設計給你一個下土除 所以如果你的排架下移到下面的話 就可以讓它整個後輪露出來 也讓它的屁股更加的乾淨 就像DRG一樣看起來更加的動感 那我覺得前提之下就是車尾 車尾還是太尖了 這個可能是比較需要花點心思去調整的部分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們很久沒有來講的 直講外型的一個單元 那如果你對這外型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留言下來一起討論 你覺得怎麼樣改比較好看 好記得鎖定網啊 BENZERG日誌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BENZERG日誌 BENZERG日誌 BENZERG日誌